猴子和大象自由了 欢迎收看3月28号新闻最正点 今天是行动管制令第11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宾艳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 320人出院 卫生总监诺西山宣布 截至今天中午12点大马新增159确诊 累计确诊达2320人 不过也有61人治愈累计出院320人 在家祷告取代扫墓 华总会长丹思理吴天权指出 随着政府延长行动管制令到4月14号 华社应该全面配合不扫墓 他说来日方长 留得青山寨 哪怕眉目扫 配合非常时期 他建议大家在家拜祭或祷告 来暂时取代扫墓 行动管制令期间 大家都留在家中 冰城一间公寓的泳池 吸引一群猴子跳入泳池游泳 看他们自由自在游泳的样子 感觉他们乐在其中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 学生 您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你报道国际新闻 大象自由了 泰国清迈的梅虾大象银 原本有齐大象的服务 但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 他们决定把齐大象的服务取消 这些大象以后不会再被绑上坐影 希望它们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 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和 很多地区都有着复工 复厂 复学的安排 而湖北省民航局星期五晚上发出了通告 下周日开始 恢复了省内除了武汉天河机场之外 所有机场的境内客运航班 但国际 港澳台 以及湖北非北京的航班暂时不会恢复 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 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多不胜数 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情况下 意大利的一名101岁的老人 以及瑞士一名95岁的老人 在确诊了新冠肺炎后 成功地战胜了病魔 并且康复出院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回给宾宴 新闻的最后 我想分享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这张图 如今全球大部分的国家 都在实行行动管制 不能出门 仿佛人类都被关进了牢笼 动物却自由了 换个角度想 我们现在受的苦 远远不及地球之母过去受的苦 我们受的苦 远远不及动物过去被人类滥杀的苦 生态早已不平衡 或许老天正在尝试 恢复这个世界应有的生态 祝你们一切平安 我们明天见 也好平凡也好 这世界因你而美好 期待武汉更好 中国更好 一家人团联最重要 我想看见你的 微笑 微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